如果要说三国渣男 第一非刘备莫属 至少对于女人来说 或许刘备是绝大多数男人心中的枭雄 为了事业和心中的报复 女人又算得了什么 有低位了还怕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 但是对于女人来说 刘备从未给过爱过她的那些女人幸福 一旦遇到危险 刘备第一个抛弃的就是她的女人 与其祖先刘邦简直是如出一辙 甚至为了收猛将赵云之心 还假摔儿子刘产 简直是虚伪至极 被刘备主动抛弃过的女人都有哪些呢 有记载的第一个女人是甘夫人 刘备为玉州墓住在小沛时 那甘夫人为妾 刘备早年因为多次丧偶 正是知位空缺 所以甘夫人常主持家政 207年 甘夫人随刘备到荆州 生下儿子刘产 逼二年 曹操徽军南下征讨荆州墓刘表 恰逢刘表并亡 刘表次子刘从接任荆州墓 派遣使节向曹操求将 当时刘备驻军樊城 为了曹操军队突然恭喜 待曹军功到晚城时 刘备才得知这一消息 于是率领军马撤出樊城 刘备撤军过程中 因为荆州数十万百姓相随 导致行军速度非常缓慢 到当阳长板坡时 被曹操的大军追上 刘备丢下甘夫人和儿子刘产 与诸葛亮 张飞 赵云等数十人 乘马向南逃走 逼二当时的情况非常紧急 幸亏赵云及时返回 保护甘夫人和刘产 舍命与曹军拼杀 使他们母子二人幸免于难 这就是赵云七进七出 就阿斗的故事的由来了 但是没过多久 甘夫人就病死了 其次就是弥夫人 196年元术攻打刘备 吕不成姬袭去虾批 得到了刘备妻子子女 刘备把军队驻扎在广陵后 尼竹进县妹妹给刘备做夫人 又送加农两千 金银作为君资 刘备均得以重振 第二年春 一代赵事发 曹操亲自东征刘备 刘备战败 曹操掳获刘备夫人及其子女 并升起了关羽 然后撤兵 回到许都 但是关羽后来因为对曹操颇为惶恐 于是封金挂印离开 但是正始终并没有说戴上了弥夫人 以曹操的性格 极有可能收为己用了 第三个有记载的女人 就是重点要说的孙夫人了 孙夫人是孙权的妹妹 也就是三国演义里 陪了夫人又折兵典故的由来了 赤笔之战后 孙权妹妹被嫁给了刘备 孙夫人才智敏捷 刚强勇猛 有她的同宗兄长们的风格 身边的一百多个士币 个个都直到守卫在她身边 比尔即便是刘备这等人物 每次进入内房时 内心也都感到害怕恐惧 发正因为这个缘故 劝说刘备与孙夫人保持距离 刘备居住在荆州市公安县时 艰难窘迫到了极点 北魏曹操之强盛 东具孙权之威胁 而身侧的孙夫人就仿佛归中的敌国 一道被视为刘备的祸患 逼二当时孙夫人依仗自己是孙权的妹妹刁蛮跋扈 她从吴国带来的官兵 故此大多不遵守法度 刘备因为赵云庄重 命她管理内事 后来 刘备在荆州市公安城系的禅陵建了一座城 称作禅陵城或孙夫人城 让孙夫人与她的侍女及卫队住在一起 也有说法称此城是因为孙夫人猜忌刘备 所以自己住城 不与刘备同住 第二公元211年 刘备入属 孙权于是派遣大船迎接妹妹回吾 孙夫人打算将刘缠一并带走 被衙门将军赵云和张飞 一起在江上拦截 带回刘缠 可以说刘备枭雄一生 真正让刘备痴别的女人 可能就只有这个孙夫人了 估计刘备做梦也没想到 一生气女无数的她 有一天也会被女人所抛弃吧 第二 但是刘备却不敢报复 为何 因为孙夫人的哥哥是孙权 当时东吴的实力 远比刚刚得到属地的刘备强大太多 而且两者之间 至少表面上维持着盟友关系 一同对抗北方的曹魏 所以刘备也只能咬碎牙 往肚子里咽了 但是其实刘备内心 应该巴不得孙夫人走吧 逼二也许是报应吧 刘备自认为有了地盘 有了地位 就想要什么女人 就能有能有什么女人 最终却被迫娶了一个寡妇为皇后 这个女人就是穆皇后吴氏 吴氏早年丧妇 其父生前与刘焉交接身后 所以全家跟随刘焉来到属地 后刘焉听相面者说 吴氏有大贵之相 于是为儿子刘茂迎娶吴氏 刘茂死后 吴氏成为寡妇 第二年 刘备平定一周 当时孙夫人已反归东吴 秦辽劝刘备聘娶吴氏 刘备考虑到自己与刘茂同族 而有所犹豫 法政进言劝说 论远近亲疏 这种关系哪有近文功于子语之近呢 于是刘备纳吴氏为夫人 这完全是被逼的啊